嗨,大家好,我是Fanice 我除了是健身教練 也有瑜伽教練牌 那… 有感覺 好,再來…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練 水Water 你體驗幾天在健身科普遍 今天請我們公司的教練Fanice 跟大家說說到底 方法有甚麼用和怎樣用 嗨,大家好,我是Fanice 我除了是健身教練 也有瑜伽教練牌 平時除了教學生健身之外 也希望可以帶給他們一個活動的生活 走出健身室都可以繼續做運動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想拍給我們的學生看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學生又懶 喜歡享受在家,又喜歡坐 拉筋又嚴痛 其實就想拍給大家 譬如大家上課前後 平時在家沒有工作時 就拿5至10分鐘出來 享受一張瑜伽就可以做了 首先想大家知道 拉筋和按摩是兩種不同的放鬆方法 背後的原理都不一樣的 最簡單地去解釋 就是我們的肌肉組織 會有一些trigger point 它就好像打了結 如果我們只是拉它 其實就解決不了問題 結依然都在 所以我們就要用按摩的方法 去將我們肌肉的密度降低 而Fanice Roling 其實是一種自我筋膜放鬆的方法 簡稱SMR 筋膜其實是甚麼呢 它是一層灌出來 整個身體的一層致密結體組織 它就包括了我們的肌肉、肌群、血管和神經 所以如果筋膜過分繃緊 除了我們的動作表現受到限制之外 我們的肌肉收縮和伸展都會受到影響 都會更加容易受傷 透過Fanice Roling 就可以回復我們肌肉和筋膜本身的大力性 促進我們這個血液循環 相信其實無論大家平時會否做運動 例如你去一般按摩店突骨 你按摩後都會覺得整個人身體狀態變好了 但站在我們的立場去看 其實一般按摩店的傘傘 就未必懂得評估你本身的身體問題 就好像有很多人有下背痛的問題 但其實根源就不是來自於下背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去按摩後 可能頭一兩天你會覺得舒服了、鬆了 但其實根本就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教大家如何用Fanice Roling 去放鬆自己軟組織、肌肉等等 其實一般Fanice Roling 只是大約100元左右 就像我這些荷包有限鏡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自己去解釋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就會介紹一些 我們平時用Fanice Roling 都可以放鬆到的肌肉位置 每個位置大約下回按摩15次左右 直到痛楚逐漸消失就可以了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教大家放鬆小腿和肌肉 我們首先可以坐在地上 把Fanice Roling放在我們前面 之後把雙腳放上Fanice Roling 大概都是在小腿後面的位置 把一隻腳踏上你要放鬆那隻腳上面 加多一點點力 如果你覺得這個痛楚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話 你就可以給一點點力撐起 肌肉可以升起 再加多一點力 之後上下滾壓就可以了 大概可以滾它15次左右 之後就可以移上多一點 去到小腿上一點的位置 然後我們去到大腿後面的位置 我現在的Hanice Roling 其實都是同樣的方式 把Fanice Roling移到我們的Hanice Roling後面 兩隻腳踏在一起 可以加多一點點力 上下滾壓 我們在放鬆小腿和Hanice Roling的時候 都可以分開上下兩部分去放鬆 然後我們沿著Hanice Roling一路上 就滾我們的屁股了 屁股就是我們的團帶機 坐得多其實都會緊的 可以首先一樣Fanice Roling 整個屁股坐在Fanice Roling上面 兩隻腳曲的 就把身體側向你要滾 放鬆那邊的屁股 譬如現在的右邊 非常前後六十五次左右 如果除了團帶機之外 你想放鬆你的Hanice Roling 例如離狀機 就可以把右腳跳上去 讓你的Hanice Roling 在拉伸的狀態 就可以加強它的放鬆效果 剛才我們放鬆完團帶機 我們可以放鬆團帶機 和闊筋膜障機 很簡單 由我們剛才放鬆團帶機的位置 打側一點 有點像Side Plan 但我們會把大腿外側 可以放在Fanice Roling上面 然後用身體的重量 給一點力 上下滾 大概都是十五次左右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身體 側一點 放鬆完整個屁股之後 其實很多人會忽略了 我們的大腿內收肌群 放鬆我們的大腿內收肌群 就可以一開始 我們大概在一個 腿膜的位置 然後把我們要放鬆的腳 大概提高到六十度 有點像青蛙一樣 跟我們放鬆小腿和Hanice Roling 我們可以把整個大腿 分為兩部分去滾 我們膝蓋去中間的VMO那一部分 滾十到十五次 然後我們從中間這一部分 去到我們鼓腹溝哥園這一部分 這樣分開滾十到十五次 接著就來到我們的常滿身 我們首先會放鬆我們的背伏肌 你可以打側一點坐之後 把手提高 把Fanice Roling放在我們 腿底下的位置滾下去 放鬆我們的背伏肌 其實放鬆背伏肌也很重要 因為背伏肌過緊 都會容易造成Round Shoulder 放鬆完我們的背伏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Fanice Roling放上一點 大概在架底的位置 去放鬆我們的後腿 都可以放鬆到我們的肩袖肌 都是大概十五次左右就OK了 好 接著就到我們的Upper Pack 就是我們整條Spine 胸椎這一節 一開始我們可以放鬆肩甲骨中間下去 放鬆我們上背有一點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就這樣放鬆上去 我們肩甲骨會阻礙著肌肉 所以我們要兩隻手抱耳底 手肘盡量碰大家 對 接著我保持離馬技 一樣 上下滾十到十五次 就來到我們最後一個動作了 就是放鬆我們的胸肌 首先我們可以先放鬆肌肉 之後我們會把我們要放鬆那邊的肌肉 那隻手伸展出去 放上去我們頭以上的位置 伸直的手伸展背 讓我們的胸更加容易可以放鬆到 另外一隻腳可以曲腳放在地上 那就方便我們去做一個支點 來回滾壓大概十五次左右 希望大家真的會跟著今天的內容去做 如果今天這條影片的內容有幫助的話 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